大家好,现在为大家介绍GJG100J A型煤矿用高浓度激光甲烷传感器 本仪器应用激光吸收光谱技术,可迅速准确地测定矿井中甲烷气体浓度 具有测量准确,标角周期长,不受水气及其他交叉气体干扰等特点 仪器具备温度自适应和补偿功能,具备压力补偿功能 测量结果不受环境温度及压力影响 支持RS485和看等信号输出,具备升光暴警等功能 激光气体检测模块独立封装,可整体拆卸更换,方便维护 仪器测量范围为0-100%浓度的甲烷,基本误差优于行业标准 下面介绍本仪器的使用及调教方法 接线,将航插线一头接入传感器上的航插底座上拧紧 另一端接入相应供电电源 仪器支持9-25V直流供电 四星航插线接线定义为 红色电源正,蓝色电源负,绿色485A,白色485B,零点标定 传感器通电10分钟后可进行校验工作 校验零点采用压缩空气或纯淡器校验零点 使用遥控器按校准键3秒,数码管显示B,按方向键选择F1 按确认键,数码管显示B0.00,将标定照安装甲烷碳头上,向上按紧 介入压缩空气或者纯淡器,调整流量为300毫升每分钟 待数值稳定后,按确认键数码管闪烁 按方向键调整数值至0.00,按确认键,显示过的表示0点标定成功 0点标定完成后,使用遥控器按取消键3秒,返回上一菜单 精度标定,介入2%左右的甲烷气体,调整流量为300毫升每分钟 使用遥控器按校准键3秒,数码管显示B 按确认键,数码管显示B000带数值稳定后 按确认键数码管闪烁,按方向键调整数值至与实际标记一致 按确认键,显示过的表示精度标定成功 注意事项,一,仪器使用过程中严禁较大的振动,冲击碰撞 以防仪器中的零件变位或损坏 二,仪器用高压水冲击仪器 三,告示高尘仪器定期维护设备 四,仪器若出现故障或较大偏差,必须停止使用 由专业人员修教合格后方可使用 以上就是甲烷传感器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,感谢大家的使用